著名演员安亚萍猴癌病逝,中年57岁,演马超,陀龙深入人心 7月10日,有网友发文透露,著名演员安亚萍已在6月28日因病医治无效离世,深感悲痛 安亚萍老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,三国演艺出演马超,康熙王朝出演魏东婷,西游记出演陀龙,陪伴了几代人成长 安亚萍出生于1964年,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,她从小习武,因身手了得被香港导演杜少荣选中出演《八百罗汉》,开启了演艺生涯 安亚萍长相英俊,眉宇肩负有英气,非常适合扮演少年英雄,加之有习武的经历,出演过不少正面角色,乌龙山脚匪记的侦察排长和山深入人心 安亚萍是一个有追求的演员,通过角色打开知名度后,又开了影视公司,自己做导演,期间还曾到美国深造和学习 知情人透露,安亚萍是因为喉矮晚期在北京去世,享年57岁 7月16日是她的生日,可惜没能等来这一天 好友纷纷悼念,蜀中在吴马超,世上在吴魏东婷 感谢观看